澳门在历史上一直担当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1594年耶稣会会室在澳门成立圣保路学院 揭开澳门高等教育的序幕 圣保路学院于1835年被烧毁后停办 直至1981年澳门大学前身私立东亚大学的创立 标志着澳门现代高等教育的兴起 1988年私立东亚大学被政府收购并进行重组 1991年正式改名为澳门大学 成为澳门一所综合性公立大学 2006年澳门立法会通过澳门大学法律制度 颁布新的澳门大学章程 加速了大学的发展 在中央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 新校园项目在2009年正式启动 同年新校园奠基 新校园项目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典范 也为澳门大学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澳门大学引入亚洲最具规模的住宿式书院系统 实践全人教育 2014年全面迁入新校园后 国家主席习近平亲临市场 2018年 习近平主席更给澳门大学等高校回信 只是澳门高校培养更多爱国爱澳人才 创造更多科技成果 澳门大学 已发展成为一所多元文化融合的国际化大学 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 学生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 澳门大学秉承 人 义 理 智 信的校训传统 智力培养具有创新思维 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 全球竞争力和世界担当的优秀人才 至今已培养近6万名校友 分布世界各地 成为推动社会建设和发展的中流砥柱 为配合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兴奥 人才建奥的施政方针 澳门大学持续开办新的学位课程 为澳门多元产业发展 培育更多高层次专业人才 2020年更成立公共行政培训中心 助力澳门特区政府人才梯队建设 澳门大学拥有一批国际化教研团队 约80%教员来自世界各地 不少更是相关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 澳门大学采取突出特色 发挥优势 构建高峰和加强合作的研究方针 重点支持既具澳门特色 澳门和国家所需 又顺应国际发展潮流的学科方向 目前 以形成四个三为骨干的研究战略布局 已建成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重点发展三个新兴方向 积极推进三个跨学科交叉领域 建好三个人文社科研究平台 澳门大学在科技和人文社科领域 已取得重大研究进展 高端科研期刊论文发表数目超过2000篇 发明专利近100项 是十年前的十倍 师生创办多家企业 进行科技成果转化 大学创新创业中心 更获批为国家级重创空间 是国家对澳门大学 产学研发展的充分肯定 澳门大学通过强强联合 和国内外一流学术机构建立了紧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 是珠澳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合作枢纽 和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建立五个联合实验室 进行联合科研公关 和一批世界名校开展人才培养联合项目 澳门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及声誉与日俱增 砥研前行 扬帆追梦 澳门大学竭力以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 服务社会造福社群 澳门大学将传承优良传统 开拓创新 全力配合国家和澳门特区的发展部署 并以立足澳门 共建湾区 融入国家 走向世界为宗旨 发展成为一所令澳门人骄傲 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卓越大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